使用不同的搜索引擎搜索日本冶金 你会发现搜索出来的各种文章和视频都是说日本冶金领先世界多少年 中美俄都不如日本 各种吹捧日本 猛踩中美俄 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我接下来会做三个视频辟谣 让大家看清冶金行业的真相 首先冶金行业设计要比较广 包括各种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 种类繁多 难以直接比较出哪个国家领先 但要确认日本冶金是否领先世界还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可以先观察冶金行业整体的市场情况 然后深入了解一些重点冶金产品的竞争格局 整体来看 全球钢铁出口市场规模为3800亿美元 中国钢铁出口额为398亿美元 日本为267亿美元 德国为254亿美元 韩国为235亿美元 俄罗斯为198亿美元 在钢铁出口数据上 中国领先于日本 有些人会说 中国钢铁只是大而不强 但中国确实通过出口钢铁而获得了不少外汇 从整体钢铁出口数据来看 日本并没有领先世界 接下来给大家分析一下重点冶金产品的竞争情况 黑色金属金斯塔价值链由高到低分别为 高温合金 工模具钢 轴成钢 超高强度钢 不锈钢 粗钢 先说说高温合金 高温合金基于金斯塔价值链的顶端 高温合金的消费量仅占钢铁总消费量的0.02% 市场规模却高达上百亿美元 价格远高于其他钢铁产品 拿同一时期的价格比较一下 高温合金的每吨价格高达上万美元 无锈钢的每吨价格为几千美元 粗钢的每吨价格为几百美元 高温合金主要应用于航空航天和燃气纹机 全球范围内能够生产航空航天用高温合金的企业不超过50下 很多国家都把航空航天应用领域的高温合金产品看作成战略金属物资 全球高温合金产量排名 排名前五的企业分别为美国PCC旗下企业SMC 德国VDM 法国英飞 美国卡本的科技和美国ATI 然后才排到日本的日立金属和野心工业 纵观所有企业产量的情况 美国的产量明显高于其他国家 再说说工模具钢 工模具钢是模具钢与高速工具钢的合称 是模具和高速工具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工模具被誉为现代工业之母 可见工模具钢在现代工业中的重要性 工模具钢属于高负价值特钢品种 产品价格高于普通特钢 全球工模具钢产量排名 排名前五位的企业分别为 奥地利奥钢联 中国天工国际 德国斯木碧根博 中国东北特殊钢 中国保五 日本大同排名第六 产量排名前20的中国企业还有 河北文峰实业集团 奇鲁特钢 长城特钢 中国台湾绒钢 中信 以工模具钢排名前20的企业来看 中国工模具钢产量明显高于其他国家 再来说说轴承钢 轴承钢是所有钢铁生产中要求最严格的钢种之一 对轴承钢的化学成分的均匀性 非金属加杂物的含量和分布 碳化物的分布等要求都十分严格 特别是高端轴承的高端轴承钢 不仅要能长期承重 还要精准可控 坚韧可靠 是最难冶炼的特种钢之一 辅顺特钢航空轴承钢产品 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了60% 大野特钢轴承钢销料占全国总销料的三分之一 铁路用轴承钢占全国市场份额的60% 法国和德国高铁的轴承 以及中国进口的高铁轴承都采用了大野特钢轴承钢 大野特钢大功率风机主轴轴承 以及风电轴承滚动体用的高端轴承钢 国内市场占额率达到了85%以上 高端风电轴承钢产品出口到欧洲 印度等国家 新城特钢的轴承钢产销量已经连续16年距于全国第一 连续10年距于世界第一 在国内市场 高标准轴承钢占额率达85% 从03年开始 新城特钢的轴承钢就逐步被世界前八大轴承车招商采用 用户包括瑞典斯凯福 德国舍福乐 日本NSK 法国SNR等 以国内市场来看 中国企业占据了大部分的市场份额 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市场 抛开中国台世界显然不现实 这些数据都不支持日本领先世界几十年 中国特钢企业协会秘书长王怀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我国轴承钢产品的食物质量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不仅体现在技术指标上 也体现在进出口上 一方面 国际进口轴承钢数量很少 我国几乎可以生产全部品种 另一方面 我国生产的高端轴承钢大量出口 被国际高端轴承企业采购 再说是超高强度钢 超高强度钢 是指区服强度大于1180M帕 抗拉强度大于1380M帕的钢 被广泛应用在航空航天产业和汽车工业 是一种高技术含量钢材料 主要被用于制造飞机洗肉架和汽车安全件等 汽车领域最具代表性的超高强度钢产品为 铝硅镀层热成型钢 铝硅镀层热成型产品 让安塞勒米塔尔成为 全球白车身钢材材料市场份额最高的企业 安塞勒米塔尔铝硅镀层热成型产品 约赞全球白车身钢材材料应用的20% 铝硅镀层镀层1500M帕热冲压钢 是汽车安全舰的最主要用材 全球每年应用近400万吨 铝硅镀层镀层技术 是由卢森堡安塞勒米塔尔于1999年开始研发 并逐步在全球氛围内形成垄断的一项技术 一般汽车用的高强度钢每吨5000元左右 而安塞勒米塔尔专利的铝硅镀层热成型钢 每吨超过了8000元 贵了60% 安塞勒米塔尔除了自己生产 也会专利许可给全球极少数的极家钢铁公司生产销售 收取高弯的专利许可费 直到2019年 在中国汽车轻量化大会上 东北大学杂志技术 接连杂志动画国家重点实验室 一红料赵州团队 发布了新型旅规镀层镀层技术 打破了安塞勒米塔尔20年的专利垄断 航空领域最为知名的产品 为美国国际舰公司300M钢 300M钢是世界上强度最高 综合性能最好 应用最广泛的起落架用钢 目前美国在意的军用飞机和民航客系 90%以上的起落架材料 均采用300M钢制造 再说说不锈钢 不锈钢这个名称 原因这种钢不像普通钢那样 容易腐蚀生锈 被广泛用于正工业 新工业 生活用品行业 以及建筑装饰的行业中 全球不锈钢产量排名前十的企业分别为 中国青山 中国太原钢铁 韩国普相质铁 中国成德 西班牙阿塞里诺克斯 芬兰奥托昆普 欧洲安普朗 中国安钢 联中不锈钢 中国德龙涅液 中国宝钢不锈 全球不锈钢产量份额 中国占56.3% 亚洲占15.1% 欧洲占13% 美国占5% 中国产量明显高于其他国家 再来说说粗钢 全球粗钢产量份额 中国占56.5% 欧盟占8.4% 印度占5.3% 日本占4.5% 俄罗斯占3.9% 美国占3.9% 韩国占3.6% 普尔其占1.9% 巴西占1.7% 市场份额遥遥领先的是中国 通过比较黑色金属金丝塔价值链上的各种冶金产品 真实的市场竞争格局并没有体现出日本领先世界几十年 网络上那些宣称日本冶金领先世界的文章和视频 很多都会说到日本率先研制的第五代单金高温合金 这是主要依据 要知道的是 一种单金高温合金从研制到成熟 少说也要经历15年以上的研制周期 就比如说美国通用公司目前大量应用到的第二代单金高温合金N5 在80年代初开始核心研制 到90年代中后期核心才得到应用 美国普惠公司大量应用的第二代单金高温合金PWA1484 在80年代初期才开始研制 90年代中后期才应用在F110等先进航空发动机上 其他国家的发动机项目不可能贸然采用日本这款还不成熟的第五代单金高温合金 唯一可能使用的只有日本新一代战斗机日本政府计划2035年部署的新一代战斗机 也就是说还需要等待很长一段时间才有可能看到这款第五代单金高温合金被大量的应用 所以说日本第五代单金高温合金的表现到底怎么样 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大家要知道的是 日本第一代到第四代单金高温合金都没有被大量的应用过 这足以说明日本单金高温合金是落后的 高温合金 高模拒钢 轴承钢 超高强度钢 不锈钢 粗钢 这些产品的市场竞争格局 没有体现出日本冶金领先世界几十年 没有被实际应用的第五代单金高温合金 不能被用来证明日本冶金领先世界几十年 即便那些文章和视频的作者具备窥探未来的能力 也不能改变眼前的事实 那期我会接着说冶金第二集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